昨天下午三点多 陈女士和大嫂在金桥市场的一家店里试戴帽子 包就随手放在旁边的桌子上 稍不留神 钱包就被偷走了 而这偷包人的一举一动 被监控视频完整的拍了下来 从监控中可以看到 正是这名女子用手里拿着的玩具做遮挡 偷走了陈女士的钱包 陈女士说 钱包里有她和母亲的身份证